欢迎继续收听由蓝狮子出品的《大败局》 作者吴小波 演播启宽 万家乐乐万家 这曾经是一句风靡全中国的广告词 万家乐公司曾经一度被视为是新月货的代表企业 可就是这样一家企业 在刚刚度过十周岁的生日之际 就被迫踏上了被收购的悲惨之路 1988年 万家乐诞生于广东四小虎之一的顺德市 顺德是国内著名的小家电城 加工能力之强 制造企业之多 无出其右者 1997年6月 在北京召开的顺德民优产品博览会上 人们再一次为下面的数字所惊愕 电风扇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微波炉占三分之一 电饭锅占二分之一 电冰箱占八分之一 热水器占二分之一 不过这些数字的背后却掩藏着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 产业严重同购 盲目投资趋多 有消息说 顺德的十一个镇都设有自己的镇级电风扇厂 有六个镇同时上马空调厂 另外 有四五个镇一起申报了摩托车的项目 1993年之后 随着万家乐的崛起 顺德市一夜之间冒出了无数燃气具的生产企业 仅政府批准领有身份证的企业就多达30家 而招之起来 挥之菊去的地下工厂更是无法统计 万家乐在这些有形无形的竞争对手的夹击下 虽然苦苦地保持住了国内市场三分之一份额的大哥级地位 但是经营成本却始终没法降下来 而与此同时 由于竞争企业的急剧增多 热水器的售价平均下降了30% 也让万家乐难以提高主营业务的利润水平 跟市场的无需竞争比起来 经营决策上的失误 是导致万家乐最终走向萎缩的根本原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国内热水器市场逐渐出现电热水器走敲的趋势 然而 作为业界老大的万家乐 却出现了判断上的重大失误 决策层始终顽固坚持燃气热水器的发展思路 在1997年的统计数字中 万家乐电热水器的产量只有6.5万台 是燃气热水器产量的八分之一 失去了战机等于失去了升级 万家乐由此逐渐失去了市场的主导权 万家乐是中国热水器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无人可比的融资空间却并没有给企业带来应有的发展效益 早在1995年 公司决策层发现燃气聚市场有了疲软的信号 他们因此认为这个市场已经无所作为 由此开始探索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其中两个主导投资项目分别为空调压缩机和大型电话承孔交换机 以电话承孔交换机为例 这是一个与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以及中国邮电部联合投资的项目 总投资额高达1.28亿美元 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占有26%的股权 按照原计划 该项目应该于1996年的下半年正式投产 根据当时的乐观估计 年利润会达到4789万美元 但是不久之后 万家乐方面发现 这个项目庞大 技术水平高 组织和协调工作难度大的问题 正是这个项目 令万家乐1996年的年终账面上出现了3740万元的亏损 经营策略上的失误还包括对于万家乐品牌效应的低效使用 股份公司在万家乐品牌的使用上出现了左右摇摆的紊乱 一方面股份公司对于万家乐的品牌十分珍惜 认为不是百分之百成功的产品绝不能用这一商标 另一方面创出了一大堆的子品牌 股份公司一度拥有23家子公司和关联企业 生产从缝纫机到化妆品的多类产品 且不说其多元化带来的种种经营混乱 但是品牌管理一向就漏洞百出 1998年 不堪亏损的万家乐突然宣布 以3.2亿元的价格将其29.8%的法人股 出让给同城一家知名度不高的企业 新力集团 由此退居第二大股东并交出了品牌的经营权 关注中国企业的潮起潮落 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现象 一是企业的寿命普遍偏短 有抽样调查显示 中国民营企业的寿命仅为3.7年 而美国企业为8.2年 日本企业为12.5年 二是存在着一种令人心计的崩盘现象 所谓成功三年崩盘三天 企业往往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完成一次令人炫目的成功 然后却又毫无预兆的 以同样令人诧异的速度直线陨落 下面这个故事的片段 从多个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剖析 一夜崩盘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史上 一个甚为奇异的现象 它既在业界诱发了一场接一场的毁灭性地震 同时又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无端浪费 追究其原因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 首先是制度设计的原因 起家靠产品壮大靠制度 企业原本就是一个依靠各种制度支撑的盈利组织 在考察民营企业的各种制度建设中 缺乏必要而合理的制度设计 尤其是忽视危机预警机制的建立 是一个很让人担忧的现实 某些草创型的企业 很像一辆正在高速公路上开的飞快的汽车 这辆汽车的发动机性能良好 然而除此之外 其他的一切就让人提心吊胆了 司机往往是一个不爱记保险带的大胆标客 汽车的安全气囊是没有的 车胎方向盘以及各种零件 更是隐患多多 乏善可陈 这样一辆高速行驶中的汽车 谁能保证他的安全 市场竞争中的企业 就好像是一群人穿越一片 长满玉米和充满陷阱的玉米地 穿越者的优胜条件是 他必须比其他的人更早地到达彼岸 同时他的手中摘取了更多的玉米 为了实现这个双重的任务 他必须在速度 安全以及高效三者之间 进行一次次的权衡和选择 这样的权衡和选择 其实就蕴含了企业制度设计的全部艺术 第二个原因是市场环境的原因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 中国市场环境的现状 那就是对秩序的集体破坏 以及对秩序破坏者的报复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在我们的身边出现了太多的明星企业 他们一方面 以一种百无禁忌的勇气 创造和放大了市场的需求 成就了一段充满激情的创业神话 而在另一方面 他们的百无禁忌 也极大的破坏了市场的道德规则 使如今的中国市场 仍是一个流淌着无限商机 却始终缺乏秩序感的竞斗场 在几乎所有的市场激战中 我们一次次地目睹到这样的景象 惨烈而无序的竞争 往往会出人意料地诞生出一位 年轻而狂暴的盟主 而很快 一场接一场的以暴易暴 又让市场最终成为了一片 无法生存的焦土 中国的保健品市场 VCD市场 白酒市场 竟然无一例外 从某种意义上 在这样的无序氛围中 任何的坠落 背叛 失踪 乃至是崩盘 使之几乎成为了 毋庸解释的宿命 吴敬连先生 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 制度重于技术 与此相似 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类似的命题 秩序重于利益 尤其是 在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之后的今天 自觉培育企业的道德感 以及对于市场秩序的尊重 已经成为了所有企业 最基本的生存法则 第三个原因 是职业人格的原因 一位智者 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出这样的设问了 中国企业家的失败 是否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职业人格缺陷 答案 可以说是肯定的 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意识 缺乏对于规律和秩序的尊重 以及缺乏系统的职业精神 是一种比较轮廓性的解说 这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的职业人格缺陷 是一代草创型的企业家 常常陷入一个惊人的 相似的命运轮回之中 企业往往因为决策者的职业性格的某些缺陷 而发生意外 从而遭受到致命的危机 一个很可能的结论是 一代草创型企业家的职业人格缺陷 是最终造成他们集体被淘汰的终极原因 因此 一夜崩盘 看似突然 却是一种综合症的必然迸发 它有着制度的内因 有着环境的外因 同时 还有着深层次的人文因素 因此 作为一个企业家 你的决策 往往可以影响到整个企业未来的走向 同时 作为一个企业家 生存在一个不讲道德 没有约束规则的暴利年代 你也是幸福的 因为 你随时可能攫取到超乎想象的利益 可同时 你也是不幸的 因为 你轻易攫取到的利益 又随时可能轻易地失去 就在从北京的市中心驱车往北 行车25公里 可以到的昌平县沙河镇 下了高速公路之后 再开500米 这个时候 一大片极具现代气息的别墅群 便赫然出现在眼前 他们各具风韵 就像贵妇人一般 气质不凡 他们又气势辉弘 错落有致 与远近的山水树丛 悠然地融为一体 实在是一处千里难觅的绝佳住处 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北京玫瑰园 在别墅区入口处的一块广告壁上 便写着一行很动人的文字 每一束玫瑰代表着每一份诚意 我们答应你一个美好的玫瑰园 它有一个非常显赫的背景 这是中国迄今面积最大的别墅开发区 是北京市第一个赴香港招商的房地产项目 它一度被誉为首都第一别墅 可是它又有着一个近乎耻辱的记录 它是全国最大破产房地产项目 同时也是全国破产案标的最高的企业 这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它曾经让几位雄心勃勃的奇男子 黯然神伤 在它的身上几乎浓缩了 中国十年房地产业的成长史 20世纪90年代末 有一首政治色彩很浓 却又被广为传唱的流行歌曲 叫《春天的故事》 它把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 用两个年份生动地划分开来 第一个是1979年 第二个便是1992年 在1992年 88岁的老人邓小平视察南方 指点江山激荡民心 顿时让一度消沉的中国经济陡然一阵 一股前所未有 自下而上的投资开放热潮迎面扑来 玫瑰园的故事 也就在这一年掀开了美丽的第一页 这一年的12月5号 在当时还十分冷清偏僻的沙河镇小菜村 一块硕大的公司招牌挂了出来 京港合资 飞达玫瑰园别墅有限公司 此刻 笑容满面地站在他边上的 是一个叫做刘长明的中年男人 这时 刘长明的身份是当时十分受宠的港商 然而 他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1984年前后 一位叫做赵张光的温州人 发明了一种中药成分的生发剂 张光101 由于效果显著 很快在东亚和东南亚一带广受欢迎 当年 就有不少人靠张光101的代理商而一夜暴富 刘长明和后来买了中国第一辆法拉利跑车的李小华等人 便是其中的几位 他通过钻营 结识了赵张光 并且成为了日本市场的总代理商 从而 在短短的一两年内 他就跻身了当时国内还属于凤毛麟角的百万富翁俱乐部 刘长明显然不是那种小富极安的人 他有敏锐的商业触角和大胆的操作能力 他知道 这个大浪澎湃的年代是属于像他这样的冒险家的 1992年 刘长明获得了香港常住居民的身份 注册成立了中国飞达香港房地产有限公司 他还在香港半山的富豪区购置了一栋豪宅 完成了从京城小混混向香港大老板转型的全过程 从此以后 刘长明频繁地穿梭于京港之间 成为两地商务交易的大红人 就在飞达公司成立的第一年 北京市在香港举办第一届投资贸易洽谈会 刘长明自然充当了牵线接待的中间人 他在香港盛情款待京城的要员 时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 后因受贿锒铛入狱的铁英 便成为刘长明盛宴中的首席座上宾 他送给铁英的大量礼物中 仅两块劳力士总统型手表 便价值15.3万元 相当于当时铁英15年的公务员工资 刘长明出手之豪爽可见一斑 当然他也得到了铁英更为豪爽的回报 刘长明从此在北京政界畅行无阻 无事不能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 境外投资商和各地的商家 如过江之急一般的涌进了北京城寻求商机 京城的房地产业居然升温 一些官岛公司纷纷圈地造房 大炒楼花 精明的刘长明 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发财机遇 心比天高的他 要搞就要搞一个惊天动地的 很快他击败了众多竞争者 抢到了昌平县沙河镇的这块地 此地离北京城区仅仅半小时的车程 地平天旷 风景宜人 非常适合建造高档的别墅区 更吸引人的是 这旅与明灵地脉相连 是一块众所周知的风水宝地 据称刘长明抢到此地后豪气顿声 在约见京城的记者时 他对在座的各位说 你们知道吗 北京这两天要出一个李嘉诚了 记者经问何人 刘长明悠然地用雪茄指着自己 就是毕人刘某 飞达玫瑰园 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兴建 由刘长明的香港飞达公司 跟昌平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合资开发 两家分别占股份45% 55% 规定 注册资金1500万美元 投资预算4500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3.5亿元 玫瑰园占地49.9万平方米 规划建设别墅800余套 每套售价300万元以上 这一项目宛若芙蓉出水 府一开盘就被誉为首都第一别墅 而备受瞩目 刘长明由此成为了新闻的焦点人物 然而 一心想当北京李嘉诚的刘长明 却没有李嘉诚的智慧和运气 3.5亿元的玫瑰园 工程浩大 时日漫长 开发商的资本实力和营运能力至关重要 虽然 刘长明凭借着权力背景 赢得了这一项目 可是 他连一点楼盘开发的经验都没有 也缺乏源源不断的开发资金 日后业内分析 刘长明 其实从一开始 就没有打算认认真真的造别墅 他无非是拿玫瑰园设了一个局 企图炒一把楼花 圈一笔钱就溜之大吉 事实也似乎正是这样 玫瑰园自轰轰烈烈的开盘以后 便没有真正的破土洞功果 刘长明 雇美国的规划师 拿出了一套十分精致豪华的规划图和别墅设计图 然后 频繁地刊登广告 四处招商 他像一个脚匣的猎人 把一块天大的馅饼挂在半空之中 等着猎物自己撞上门来 果然 猎物很快就来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